嗨,大家好,我是Sonia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開箱 Samsung Galaxy Tab S8 Plus 會有非常完整的 Samsung Notes 教學 還有多工處理技巧的分享 這次的計畫很有趣 跟我很喜歡的台灣花磚博物館聯售 開發了六款符合我自己平常 筆記情境的免費模板給大家 而且使用 Samsung Notes 一段期間以後 完全可以理解它為什麼會跟很多 市面上的付費筆記軟體並駕齊去 它的功能很齊全之外 S-Pen的手感也讓我有一點走心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從硬體開始介紹吧 首先先來聊聊外觀 我手上這款 Tab S8 Plus 是低調有質感的粉霧金 另外,不用另外買筆 它隨和就有附贈S-Pen 那它寫起來不是那種硬碰硬的感覺 所以不是用你的筆去摩擦螢幕 然後是每次下壓都有回困 然後更流暢滑順的手感 我覺得更接近寫在紙上的感覺 那S-Pen除了作為筆的功能之外 靠近螢幕還可以有懸浮感應 然後你也可以做懸浮翻譯 所以可以快速的查單字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方便 另外S-Pen還可以拿來遠端遙控 很像一個魔術棒的感覺 你可以自己設定各種快捷手勢 像是上一頁或是截圖等等 我這台 Tab S8 Plus 有搭配了一個書本式鍵盤皮套 那它是作為可拆分的 當作平板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立在桌上 然後調整不同的角度 這樣子你在寫字畫畫的時候 脖子就不會非常的酸 那在接上鍵盤以後 你也可以根據自己的 習慣調整螢幕的傾斜角度 S-Pen平常不用的時候 除了可以吸附在平板旁邊之外 也可以吸附在後方充電 搭配這個鍵盤皮套包覆性很高 所以也不怕把筆搞丟 另外Tab S8 Plus的螢幕是12.4吋 厚度只有5.7mm 非常的輕薄 一開機後 120Hz的畫面更新頻率 更是非常的流暢 我覺得是肉眼有感的 好 介紹完議題以後 接下來要進入非常完整的 Samsung Notes 教學 它的筆記分類很直覺 有單張筆記 還有獨張筆記可以組成的筆記本 你可以透過資料夾來分類你的筆記 在資料夾下面 還可以建立更多的紙資料夾 另外你也可以為你寫的筆記建立標籤 這樣日後尋找也很方便 筆記有三個主要的檢視方式 有這種小中大的隔線顯示 清單顯示 或是簡易的清單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中的隔線顯示 縮索的感覺比較一目了然 頁面的捲動方向分成三種 第一個是直式的滑動 第二個是橫式的滑動 第三個是把兩頁筆記 合併成一個頁面左右滑動 這樣子的顯示形式 更貼近我們平常寫紙本筆記的感受 接下來是來調整筆記本的樣式 你可以改變頁面的顏色 或是更改頁面範本 像是方格、點點、條文、甚至無線譜等等 點右邊這個PDF 也可以下載很多官方設計好的模板來使用 到設定、頁面樣式與範本 也可以把你喜歡的筆記本樣式新增成範本 這樣平常新增筆記的時候就不需要重新設定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這次開發的六款花磚模板 包含了週計畫、回憶記錄、習慣追蹤等等 我接下來會一邊介紹工具 一邊示範模板的運用 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做筆記最重要的工具列 你可以把它拖替到左邊或是上面 那因為我是右撇子的關係 我覺得放在右邊使用下來是最方便的 另外點設定的自訂工具列 也可以排列刪除工具 讓你的使用經驗更客製化 Sensor Notes 一共有五款筆刷 鋼筆、書寫筆、筆、鉛筆、還有書法筆刷 那針對你喜歡的筆刷設定 你可以標記一個信號 這樣點這個筆旁邊有星星的符號 就可以快速叫出你的最愛筆刷 使用筆刷的時候 也可以點縮小筆寫的按鈕 可以更快速的調整筆刷顏色跟大小 點最上方的星星筆 也可以快速的叫出你的最愛筆刷 第二個螢光筆模式的筆刷 分成方頭的螢光筆跟圓頭的馬克筆 那它們都各分成兩種模式 筆身有尺的標記畫出來 會是固定的直線 在平常畫重點的時候很方便 螢光筆模式的筆刷跟前面筆刷最大的不同在於 它會待在前面筆刷塗層的底下 所以平常畫重點就不會有蓋過筆跡的問題 橡皮擦也分成兩種模式 逐行跟逐區 通常寫筆會用逐行比較快 逐區則比較適合在畫畫細修細節的時候 壓著S Pen的側邊按鈕 也可以把筆刷切換成橡皮擦 這樣書寫的過程就不需要一直去點旁邊工具列的橡皮擦 可以讓切換工具更加順暢 選取模式分成套數跟橘形兩種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更有彈性的套數 選取完以後會出現剪下、複製、貼上刪除等功能 透過即時的手寫辨識 可以把手寫字轉換為電腦打字 這個功能除了可以運用在寫筆記之外 平常快速搜尋一些資料也非常方便 透過拉直文字可以把寫歪的文字拉直 而轉換文字則是可以把手寫字變成電腦打字 已經寫好的字可以把它圈旋起來變更樣式 像是調整顏色或粗細 那一點A這個符號設定好顏色跟粗細以後 也可以用塗抹的方式改變手寫字的樣式 平常要把字寫到比較小的格子裡的時候 除了可以把頁面放大之外 也可以開啟簡易書寫版 在局部放大的頁面書寫 那我這裡示範的模板是一個目標習慣追蹤 我會針對個人工作還有學習列下我想要追蹤的項目 然後只要我有執行 我就在當日的格子裡面點一個圈圈 這樣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我整個月的執行分佈 接下來有介紹形狀符號工具 它可以畫出三角形、星星、愛星、圓形、正方形等等 把歪斜的線條變得非常整齊 那這些形狀符號沒有辦法直接用橡皮擦擦除 但點一下會出現刪除鍵 圈圈起來也可以一次刪除多個符號 那平常如果想要畫些符號的話 也可以透過筆刷稍作停留的方式 一樣可以畫出非常整齊的符號 而且這樣的符號就可以直接用橡皮擦擦除 那工具列的最後一個工具是縮放鎖定 它鎖起來以後就只能滑動畫面無法縮放 那我通常是不會鎖因為我覺得可以放大縮小 更好檢視和撰寫筆記 整個工具列介紹完畢以後 接下來要介紹幾個寫筆記的小技巧 第一個是建議可以關閉手指繪圖避免誤觸 另一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Samsung Notes可以在做筆記的時候同步錄音 播放音檔的時候畫面會顯示 錄音當下寫的筆記 另外點選筆記也可以跳播當時寫筆記對應的音檔 做筆記的時候你可以選擇插入繪圖 這個模式下顯示的筆刷會是更多的 例如它有噴墨或是塗抹的筆刷 我很喜歡最後畫出來的效果 那想要數位畫合約也超級方便 只要點掃描文件拍照就可以直接在上頭簽約 匯入PDF也沒有問題 想要美畫筆記可以匯入背景透明的PNG檔加以裁切 或是使用Sketchbook這個免費的App來自己畫貼紙 那在畫貼紙的時候記得要把最底下的塗層關掉 讓它呈現這個網格透明的樣子 另外只要選幾個顏色當主色 就可以讓畫出的貼紙看起來很有一致性 那要把畫好的貼紙放進Samsung Notes也非常簡單 只要點右上角的回文增符號圖像 就可以直接從Sketchbook插入剛剛畫好的貼紙 那接著只要把這些貼紙裁切移動到你想要的位置就好了 接著補充一個我自己寫好看日期的小技巧 我會用螢光筆點一個點 這樣圓圈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整齊 上面再寫上日期就可以了 那最後來分享兩個模板使用秘技 剛的畫磚模板或是官方的PDF 匯入以後都會是多張一組的PDF 那針對之中我比較常用的頁面 例如說這個Weekly Plan的模板 就可以把它獨立儲存成一個PDF 而這個存好的單張PDF 也可以再設定成頁面範本 這樣下次要使用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匯入 非常的方便 那最後不論是平板還是電腦 一定要學會的技巧就是多工處理 那在Tab S8 Plus上的做法也非常簡單 拉出螢幕右側的頁簽 接著從選單拖曳想要同步使用的APP即可 最多可以同時開啟三個視窗 透過拖曳視窗交界處的點點 能調整視窗分割的大小 按這個很像旋轉的符號 也可以交替他們的位置 那這個很像存檔的符號 則可以把你最喜歡的頁面分割組合存起來 這樣下次就可以快速地從旁邊的選單叫出來 而針對暫時的多工處理 例如要按計算機或是看一下閱歷 也可以在上方繼續開啟浮動的視窗 想要替換多工處理的視窗也很簡單 只要拖曳APP覆蓋即可 那想要刪除APP的話 只要點上面的橫條Bar就可以關閉 那這樣多工處理的邏輯套在Samsung Notes的應用上 也能大幅增加寫筆記的效率 例如左邊開線上課程 右邊開筆記 或是左邊開筆記 右邊拖曳相簿的照片插入筆記 另外你也可以透過智慧選取 來擷取PDF或是圖片上的文字貼進筆記裡 這樣就不用另外抄寫 再來TAP S8 Plus 的視訊體驗也很不錯 它的鏡頭是落在中間的 所以你不會有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眼睛一直往旁邊飄的問題 廣角設計你要開多人會議也是OK 另外在錄影的時候點左下角有一個自動取景攝影的功能 開啟後會自動偵測鎖定人的位置變焦 用在視訊會音上還蠻方便的 然後平常錄影好像也有一點有趣 收音的話它有三個麥克風搭配降噪系統 對於有時候在比較吵雜的地方開會的我是一個很大的加分 那最後要來介紹Samsung Dex模式 它簡單來說就是可以把平板變成電腦系統使用 它不是把平板外接鍵盤方便打字而已 而是把平板變成電腦模式 那在這個模式下面 操作PowerPoint或是Excel都會更加順手 那開啟Samsung Dex的方式也很簡單 只要在桌面的空排數下拉點選Dex就可以了 另外在鍵盤上也有一個Dex的按鈕可以快速的切換 最後要來聊聊我非常滿意的續航力 它配備1090毫安時 我平常拿來瀏覽網頁或是寫字畫畫等等都非常的夠用 而且我週末用了大概8小時也只掉電到15% 所以其實大概兩到三天充電一次就夠了 好以上就是我的S8 Plus開箱 它輕薄的大螢幕還有S Pen的書寫體驗 跟Samsung Notes的完整度真的深得我心 另外Samsung Dex的模式也解決了平板跑一些工具沒有那麼順暢的問題 那希望今天的內容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或是訂閱開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